最近猛地交警拦下一辆正常行驶的帕萨特 当打开车门后全国的货车司机都发怒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话说当时交警只是例行检查 拿想这辆帕萨特司机言语闪烁 眼神飘忽不定 就引起了交警的重视 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这兄弟竟然是一个偷游贼 车内好长一根油管 还有一硕大的油箱 这家伙贼机灵 专门瞄准大货车 一溜烟功夫就可以偷游 后来据交警盘问 他装游的大桶家里还有好几个 看来还是一个惯犯 这消息一出 大货车司机们简直对他恨得牙痒痒 要说现在大货车真心不容易 到处都要被排挤被坑 高速上严禁站道 白天不能进城 停车费 过路费贵 油费贵 这下好了连油都被人盯上了 就说为防偷游贼这一块 货车司机们也是绞尽脑汁 有直接在油箱处拴狗的 行人路过 狗叫声可以提醒司机 但是万一偷游贼用肉包子打狗怎么办呢 有偷懒的司机直接给油箱上锁的 话说武功再高 也怕钢刀 偷游贼可以给油箱打动偷游 无所不用其极 别急 看司机界的武林高手们 接着为你表演 大货车跑长途 夫妻挡多 老公开累了 停靠休息的时候 妻子直接坐在油箱那里守候 就怕偷游贼不来 来了一抓一个转 最后小编想说 大货车司机真心不易 本来运输成本高 还要熬根授业 货物还不能超载 因此剩下的利润也是微乎其微 小编在此真诚地奉劝偷游贼们 有手有脚早日改行 如果你真的天堂有路不行 地狱无门偏入 那么你早晚会遇见鬼的